大家好 欢迎回到诚意的投诉频道 我们今天继续经读禅论原文 今天我们学习的是第13课 不带套的操作不是好操作 和第14课关于和茅台的顺序 那么这两节课主要是也学习禅师是如何讲解 买一点买卖一点卖这个逻辑的 禅师在这两节课中 用一个案例和一个概念 跟大家解释了很多错误思维是如何错误的 而他如何为大家建立起非常正确的这么一个交易的思路 我觉得如果你没有时间看任何的书 那么教你炒股票108克 这本书也说这个东西是最强大的一个 可以说是最强大的这么一个我们学习炒股的一个书版或者方式 那么我们今天呢 开始跟大家一起来阅读这两课 不带套的操作不是好操作 不带套的男人是否是好男人 这个问题暂且不说 不带套的操作一定不是好操作 特别对于资金量大的 带套有两种 一是主动 一种是被动 何谓被动就是介入 不知道何时介入 一种盲目的状态下被套了 还有一种很错误的理论 认为亏损多少就要止时 其实就止损了 按这种方式来操作最终不大可能成功 几乎所有投资者都是这种被动带套的 这种人都是被套所套 比如说我们很多朋友其实就喜欢说什么 涨了20%就出 跌了5%就止损 这种要硬止损和硬止盈 那么硬止损和硬止盈 就会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这什么问题呢 就是硬止损与硬止盈 它们不是买点卖的这个逻辑 而是什么呢 而是一个比较机械的这么一个判断 一个机械的设计上这么一个判断 那么其实从来不存在真正的止损问题 只存在股票是否依旧能在搞的范围内的问题 只有这种意义下才止损 才存在止损 一只股票的走势从能搞变成不能搞 请注意 站在盈亏的这是不应不意味着操作失败了 可能已经大量盈利了 唯一退出的原因只是股票走势已经不能搞了 投资市场中最坏的毛病就是根据盈亏进出而不是 而盈亏不是鲜艳的 是根据当下走势决定的 是被动的 根据盈亏进出 就是根据被动的因素进出 这不是被动带套 是什么 所以说 这个时候大家会有一个像萨迪森解释的非常好 大家就喜欢问什么 点位 Facebook跌到什么时候 现在二百零级了 跌到什么时候可以买 苹果涨了多少可以卖 它是个固有思维 所以在技术分析中 我们也经常会遇到这样的错误 我的目标位就是二百 我的目标位就是一百八 市场没有你的目标位是多少就到多少了 市场它是动态的 你只需要判断一点 是它是可搞还是不可搞 所谓的可搞就是说市场它的走势 当下的走势还是比较强劲 而不可搞说明什么走势已经被破坏了 何谓主动待套 两层意思 其介入不可能一下万场 对于大资金来说 如果不采取主动戴套的方法 怎么可能买到足够的货呢 那种号称从来不戴套的 肯定没操作过大资金 更重要的是任何的介入 都有一个主动防护在其中 这个防护就是一旦变为不能搞 就立刻从程序中退出 这个防护的启动 是和任何盈亏无关的 只和当下走势无关 比如说我们的卖出 是不是因为它跌了10% 我就卖出 不是而是说它的走势变坏了 一个小转大 趋势转折了 那从上涨趋势突然变成下跌了 那我原来转了门30 突然间盈利没了 那我就不能出 或者说我从挣钱变成亏钱了 我不能出 没有这个道理 我们的判断都是根据去趋势和走势来判断的 所以禅师说的就是 一定要什么根据它能不能做 那么这个地方就是有一个机制 一旦什么样的机制是造成我趋势破坏了 我就走 假设我们就用一个均线交易系统 两根均线上插买入下插卖出 上插意味着趋势建立 下插面对的就是趋势破坏 那你说是不是跟百分比就没关呢 在上涨买入程序中 对于第一个买点一旦上涨出现难上位的缠绕 那么一定要退出 为什么 因为意味着前面的买入程序的缠绕 不是最后个缠绕 而判断出问题 我们对这个程序 比如说第一个下跌过程中 我们发现第一类买点它的反弹力度不够 变成了一个中继 也就是说我们第一类买点变成了一个中继 这个时候从我们的认为它要转折 而变成了中继的缠绕 这时候马上退出 下面又是地类买点进行之后 又变成缠绕就又要退出 这就是什么主动的一个逃离 或者是主动带套的这么一个操作 一般情况下这种推出一定是盈利的 但这并不成为不退出的理由 甚至不排除这种情况 就是退出后 缠绕经过以时间换空间的折腾 慢慢变成女双位 然后还大幅上涨了 这种情况出现也可以根据第二个买一点的原则 重新介入 所以真正的机会并不会丢失 即使这样也绝对不能因为有这种情况存在侥幸心理 这就是散户常干的事 侥幸心理 我不能止损 为什么一止损我错了 怎么办 它涨上去了怎么办 我亏了怎么办 对吧 所以说 这就是我们平常 我们平常的经常错误的一个思维 经常错误的一个思维 那么 因为更大的可能是后面缠绕和还有加速的下跌 对于走势可能是无位次的 而实现是有位次的 任何操作都建立在有位次的基础上 那这就是平常我们说我们的交易是看和干 没有想 没有猜 也没有说fantasy 这个一银 没有这个状态 我们要的是看和干 就这么简单 而对于上一章所说的第二连买点 一旦出现缠绕中出现跌破南上位的最低位 就意味着买入程序出现问题 必须在任何一个反弹中把股票出兴 就一旦趋势转变之后 任何反弹就要出兴 在这种情况下 不排除后面出现上涨 但理由如上 任何操作没有百分百准确的 一旦出现了特殊情况 一定要先退出来 这是在投资生涯中能长期存活的最重要一点 大家想想这句话再说一遍 一旦出现特殊情况 一定要先退出来 这是投资生涯中能长期存活的最重要一点 当然有经验的人即使退出也会按部就班 很有秩序 这和打仗一个道理 一发现时机不对就要撤 但不能硬扛 否则不给灭了才怪 投资是个长期的事业 别抱着赌博的心态 企图一次成功 只要有这种心态 最终的结局一定悲惨 已经被无数势力所验证 这个太清楚了 身边你看看大部分人被淘汰 是怎么淘汰的 就是这样被淘汰的 好 所以我们后面继续讲 禅师给我们的分析 有一点就是买入程序的成功率和市场强度有关 在强的市场里买入程序的成功率在90%以上 但在弱势市场成功率就低多了 那么这里又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 就是我们要审视度势 也就是说看市场中买卖强度的这么一个指标 也就是说在强势市场中 这一点跟什么非常像 这点跟ABD的也特别像 就是ABD他们这个东西 就是有一个关于宏观上的这么一个判断 如果宏观上是强 那么你就可以买突破 如果宏观上是弱 那么尽量就不参与 任何根据技术均线买卖程序 都是一个综合判断的一个子判断 这并不是说这招就可以了 至少有一点是任何技术的买卖程序不能解决的 就是相同程序选出了股票 为什么有的涨的多 为什么要涨的少 能不能就此选出最有力度的 在实际操作中很有意义的问题 用一个庸俗的比喻 技术就是海选 其后要根据复赛PK 才能选出真正可以介入的股票 这个问题后面会逐步展开 大家注意技术分析 我们之前我在很多地方分享过 技术分析它是个低维度的 也就是它是有滞后性 它是一个维度相对低的 而你可以保证 用我们的技术分析 用的这个买卖点 保证在市场中生存 可是最后呢 你选出来几个都非常漂亮的 非常棒的股票以后 你要对它进行PK 进行复赛 这需要很多其他高维度的信息 对它综合的一个判断 那么包括我们对市场的一个判断 市场是好做还是不好做 那么这个赛道是怎么样的 这个题材是怎么样的 对吧 那包括我们说是不是有拳带效应 那么是不是有它有龙头的特征 我们去做龙头股也好 还是中军也好 还是跟风也好 那么这些题材上的一些选择 也是说最后让我们整个市场中 我们这个交易成功 或者说你的盈利多少的一个重要的关键 那么这一节课告诉大家什么 风险控制 风险控制的核心 不是一个固定的一个什么5%就迈出 而是说一旦出现走弱 我们就要马上走 但是走弱了以后 又可以走强 我们还有第二类和第三类维点 不要说借一时之得失 而是有一个非常好的控制 哪一出问题就跑的这么一个机制 我们来看第14课和茅台的高筹程序 前面说了很多理论上的东西 现在用实际的股票说明一下 就是茅台 边喝茅台边上课 那么前面他就复习了一下我们说的两条均线的交易方法 三种吻 非吻 纯吻 失吻 这个定义咱们之前讲过 女上位和男上位 第一类买点 好 那我们来看 第一类买点 第二类买点 先打开茅台周线图 在快6年的周线图上 第5周和10周均线构成的买卖系统 总之后 第一类和第二类买点各一个 可见周线图上 按均线系统的买点并不常见 一旦出现必须珍惜 2月2002年4月19日那周茅台进入男上位 其后在2012年的7月9日 男上位第一吻 前面已经说过了 这一吻后的下跌一般不会过程买点 必须至少是两个吻以后 那么这就是趋势 大家看第一吻 右吻 这相当于什么? 第一次有一个小的反弹 这是个次级别的一个向上的 这么一个次级别的一个比 那么向下之后 大家看这里第二吻之后 还有第三吻 形成了一个什么? 形成下降的一个中枢 之后出现了贝驰 那么第一类买点就出来了 第一类买点出来了 那么这是A 那么这是B 那么什么这是C 这是第一类买点 那么他禅师就是用这个 那告诉你说 也有也就是说大家看 我们首先看到的是 第一波下跌里面 便会有一个吻 你不会说这一波直接一波灌下来 那么参考今天是什么 2020年的2月17号 你去参考Facebook那种走势 是不是出现了买点 没有 为什么?大家看 那是一波直接灌下来 那你先让他吻几次 对吧 有可能像美股比较强势 它就是一个盘整走势 就是下跌一个 吻两下 之后 就出现了一个共同陷阱 那么也有可能像A股市 相对弱势 它会走出个趋势 吻好多次 缠绕好几次 才能出现翻转 那么具体情况要具体分析 好 那么其第二吻出现在2003年2月14 那周是典型的失吻 事态打错失吻 其后下跌并没有过程背驰 不符合迭列买点 那么第6月27号03年构成第三吻 不是强烈的失吻 下跌就出现明显背驰了 第一吻 第三吻就是比较强烈的一个 强烈的这么一个吻 后面再下来之后 大家看这个是背驰非常明显的 这个面积和这个比驰 背驰非常明显的 那么就可以介入了 大局介入 那么这是什么 这就是一个周线级别的背驰 出现了一个买点 那么第一类买点出现以后 毛台也就正常的改变体位 进入女伤位了 那么这你看 这改变体位女伤位 直到04年6月4号那周 出现女伤位后第一吻 大家看这是上来之后 第一吻 其下跌构成周线上的第二类买点 那看这是拉起来 这是第一类买点 拉起来以后 第一次的回拉成为第二类买点 这一个很重要的技巧 就是第二类买点的如何精确的把握 由于周线女伤位后第一吻的调整 不构成明显的下跌走势 大家看这是什么 这是一个盘证走势 这是个盘证 然后呢 因此对于第一类买点的背驰走法 无法出现 就要降低K线级别 在日线上找寻最佳买点 这里给出禅中说禅买点定律 大级别的第二类买点 由次级别的相应走势 第一类买点构成 大家注意 大级别的 看看这是一波上涨 它拉起来之后的第一次回调 形成二类买点 形成二类买点的时候 它里面的是形成一个背驰的日线级别 这是一个下跌 这是一个中枢 这是一个盘整走势中 出现了盘整背驰 那么这是二类买点中 出现的次级别的一类买点 也就是说所有的买点 后面它会讲到 所有的买点都是第一类买点 那么它要看你的级别在哪里 级别在哪里 那么我们在上课的时候 给大家讲过送分题的模型 那么我们在高级模型中 我们就要讲过送分题模型 送分题模型的重要构成 就是这个原理 我们上涨过程中的发散的第一次回拉 必然构成第二类买点 这是个不换的 那么第二类买点的内部 必然是一个什么呢 必然是个ABC的这样一个 至少是ABC或者是ABCD 或者是至少是一个次级别的第一类买点的出现 那么它就是一个非常送分的这么一个机会 那么第二类买点也是我们买点中非常强势的 好 那我们看 我们看大级别第二类买点一定由相应走势第一类买点构成 那么这就是说的 任何买点都可以归结为第一类买点 那么对于毛台 6月4号出现那周出现的女伤后第一吻 相应图上明显的能上位走势 该走势出现第三次吻 特别在4月29 5月18 6月1都是典型的失吻 但前两次下跌没有出现被迟 只有第三次出现明显的被迟 6月18日创下新低后 MAZD柱子明显比前面要缩短 这构成了日线上的第一类买点 大家看这就是一个第一类买点 这是把它拆开了 大家看这是把它拆开了 这一段把它拆开了以后 大家看纠缠了以后 下来A B C A B C 这个其实就是这样 看似很难 其实一点都不难 大家看周线角度也是 他画好了 那扫里森在这边也给我们画好了 也画好了 好 那么开始 这是一拉起来之后 第一个折腾 这就是第一个什么中枢 拉起来第三类买点 拉起来第三类买点 又出了 大的第三类买点 拉起来 不被迟就不出 一旦被迟就跑 一旦被迟跑 当时根据两个买点介入的 现在应该继续持有 直到卖点的出现 这是个针对特别大资金的玩法 比如50以上 对于资金上一般的 10以下的 有一种增加流动性的玩法 就是充分用日线的卖点回避 大的调整 虽然这种调整在周线角度 不一定要参与 其次级别的第一类买点出现时回补 对于周线买点介入的 就要利用日线级别的第一类买卖点 第一类卖点减仓 第一类上来之后 这是卖点减仓买回来 拉起来减仓买回来 做次级别的第一类卖点 周线大家看9月26号 第一类卖点介入 其女伤未出现9次稳 前8次没有构成背驰走势 但第9次在3月26号 出现了明显的背驰 这里是明显的背驰 大家一看 这也是一种典型的顶部结构 拉起来之后 这个小柱子已经比之前要小了 那么这就构成了第一类卖点 那么当然我们如果看 顶部结构如果是两根线 如果是更低 那么更厉害 那就更厉害的顶部结构 所以说 这是一个相对是靠柱子 一个弱一点的顶部结构 它后来下跌的幅度不是特别大 如果你要变成两根线的话 它基本就是容易出现这种转折 那么我们之前在上课的时候 有判断这种两根线的 那么整体让大家看 这就是非常明确 拉起来之后横盘 拉起来之后中枢横盘 第三类卖点 第三类卖点 再往上拉 这背驰出来之后 买出 那这个背驰并不是一个特别明确的 背离的带来的背驰 那么这里就是一个力度上减弱的背驰 下一个卖点出现在2005年的4月26号 这是4月8号 这是4月26号 大家看这里是明确的一个卖点 大家看这是卖点 对吧 然后这里下跌形成了卖点 那么现在第一卖点没有出现 就是说直视站的日线角度 05年的12月13日接入猫台 根本没出现卖点 没有卖点 唯一正确就坚决持有 如果资金量小 不是按周线的 第二类卖点是二日线的 就可以在30分钟去找第一类卖点 来做短差 那太细了 那么我平常做期货 可以说我看一个 五分钟的一个走势的时候 没有找一个什么的 找一个一分钟 也不是一分钟 一个15秒的这么一个走势中的找 它低廉卖点和低廉买点 把握好这个均线构成的买卖系统 必须深刻的理解 产中说产的买点凝率 那么刚才就讲了 就是二级别的二买一定由次级别的一买 构成 那么大的级别介入的小级别做的价差 这就是整个这节课 那么大家有兴趣可以来看一看这些案例 我们平常分析这些案例非常的多 也非常的 我觉得是挺简单的 也非常讲得非常清楚 对于基本知识 可能不是非常熟悉的朋友 可能得花点时间 对于什么人背驰 包括中书走势 判断背驰点 稍微差那么一点 不过没关系 我觉得您把书再看一看 还有朋友留言说 我们弄K线给大家讲案例 我们整个的 这个是跟大家一起读原著 原汁原味的读原著的这么过程 我把我很多理解和学习放在里面了 这里是一个 我觉得是很有价值的一个内容 但是对于您来说 如果来这就是上课 这不是上课的东西 那么我们一切是随缘能读 听我们这门课 不将要课 跟我们一起来读禅论的原文 您一定会跟 而且一定的技术水平在那了 可能平常读不下去 跟着我这么一带 可能给您有点帮助 那至于说是不是教学 我们这不是教学 好 那么今天就跟大家一起读在这里 那么下一节课就开始去学习 合完茅台了 茅台这个案例讲的也非常清楚了 我觉得非常清楚了 那么后面就非常重要的一个被驰的概念 我们在下一节课中跟大家一起学习 非常重要的这节课 没有趋势就没有被驰 好 那我们下节课再见 拜拜